这个视频我尽可能的使用初学者更容易理解的方式 给大家讲明白CAMERO当中的萌版的使用方法 当我们点开CAMERO当中的萌版 你会发现它这里会提供很多种选择工具 大家可能不明白什么是选择工具 选择工具就是在画面中做局部选择 当我们对一张照片进行调射时 我们并不希望它全图都调 有可能我们只需要调一个天空 也有可能我们只需要调一个水面 或者是我们只需要调这个人和马 那我们选择这个萌版当中不同的选择工具 有利于我们更方便的选择出你想要选择的区域 打个比方说我现在只想选择天空 单独对天空进行调色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萌版当中提供的这个天空功能 可以快速帮我们选择出天空 如你所示 你看到这个颜色变成红色 就证明当前这个红色所覆盖的区域 都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区域 当你选择了天空 你会发现下面这些面板都会随之变化 它变出来了一些调色工具 你看我们现在拉动曝光 它只会针对天空产生亮度变化 当我们调整色温时 它只会针对天空产生色温变化 那这就是选择天空的一个用法 当我们想重新选择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回旋键 这样它就会还原到默认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人和马之外的背景全部选中 那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更方便的工具 就是这个背景功能 我们点击一下背景 它就可以快速的排除人物和马 下面这些滑块进行拉动 它只会针对这些被选中的区域产生效果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主体功能 它可以快速选择出照片的主体 你看马和人就是照片的主体 它能快速选择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单独对这个人和马进行调整 下面提供的很多工具 都可以针对这个区域进行调整的 包括这些曲线 锐化 降噪 都是可以针对区域进行处理的 那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物体是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物体选择就相当于PS当中的快速选择 我们点击物体 我们需要对我们画面要选择的区域进行一个拖拉 比如说我现在想选择这个倒影 那我们把这个倒影这个地方拖拉一下 当我们松开鼠标的时候 它会自动算出边缘 从而精准的选择出我们要选择的内容 那像这个画笔就很好理解了 我们图哪里哪里就是可以被调整的区域 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一个工具 下面这个线性渐变呢 你就更适合选择出这种水面的倒影的区域 它有一个从有到无的一个过渡 这样我们调出的水面亮度 它就会比较自然 还有像这种天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选择 镜像渐变就比较适合选择一个放射性的 圆形的一个发光源 目测这张照片的太阳光源 在这个山的右后方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拉出一个线性渐变 拉出一个扩散的这种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调整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柔和自然 初学者很少会用到这个范围 也不会用 也不理解 那我这里着重讲一下 这个色彩范围啊 就是来提取画面中相同的色彩作为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只想选择画面中这些雾气 你看这个雾气的黄色啊 颜色的宝度比较高 那我们现在只想让这些雾气产生变化 只想调整雾气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颜色范围 来框一个大致的色彩 然后它就能选择出相同相似的色彩 这样我们再来调整这个雾气的时候啊 它就比较自然了 那下面这里还有一个亮度范围 亮度范围啊 其实跟色彩范围是一样的原理 但是它是通过亮度来计算 当我们选择亮度范围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画面中选择出对应的亮度 比如说我现在只想调这一块区域的亮度 当我们用吸管框住这一块亮度的时候 开幕乐会帮我们计算整张照片当中相同亮度的区域 你可以看到它会把这一块区域都给我们算进去 从而我们来调整这个天空的时候啊 它就有一个渐变过度真实的效果 大家可以把某版当中的这几个不同的工具 把它理解为是做一个局部选择的功能 只是这不同的功能有它的优势 有它的劣势 根据你照片的需求 选择不同的工具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它并没有多神奇 它只是一个做照片局部选择的功能而已 大家只要记住一个点 只要你的照片需要做局部区域的调整 就可以使用某版当中的这些工具去做选择 当你把物体选择出来之后 它会在下面自动给你出现这些调色工具 你利用下面这些调色工具 针对你选择的区域进行调整即可 如果视频看到这里对你有一定的帮助 你不妨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一些 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听得懂的视频教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